爱丽丝老师 什么样星座的人 人生中 它是越有挑战 就越有活力 人生在跌跌状况之中 如果能够快乐的前进 然后抱着这种正向 跟必胜的信念 其实对很多的事情 都会很圆满 所以我们要有这种 直面困难的勇气 那有三个星座 特别是在人生中 如果越遇到挑战 它就越能够激发 它的活力跟潜力 还有它的实力 我们来看看 有哪三个星座上榜 那我们今天 请来宾我们也参考一下 你的太阳火星上升 有上榜都算 来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名 上榜是双子座的朋友 双子座的活力上升 是在喜欢变化追求吃鸡 我们双子座的朋友 之所以遇到这个挑战 会越来越有活力 是来自于双子不喜欢 一层不变的生活跟人生 他会觉得就无聊 他会觉得人生这样太痛苦了 每天上班下班打卡 然后或者是说吃一样的便当 跟一样的群体在一起 然后穿一样的服装造型 他会觉得很无趣 就连面对爱情也是 他就会特别的喜欢那个 比较不理他的那一个 比较容易爱上 不爱他的那一个 因为他觉得越有挑战性 他就会觉得呢 越难驾驭的 他越爱得死去活来 所以说他特别有这样 激发这样的潜能 那我们双子呢 遇到这种困难的时候 反而可以激发他那种 很聪慧啦 很敏捷的心思 他就会觉得人生过得 特别的快活 那再来说我们双子的部分呢 他做很多的事情 你会觉得有些双子座朋友 好像光说不脸 他都空想 他都没有付诸行动 那是因为他还没有想清楚 就穿土鸭 他到底先想咧 他都不都先讲 他还没想透 对 因为双子没有办法 他管不住自己的嘴巴 水星在想管 他管不住他的嘴巴 对 他的嘴巴永远就是动得比较快 但是他说了以后 他也是会反悔 因为其实他还没有想好 没想清楚 他该怎么去做 所以他真正要发动 这个行动力的时候 其实他是可以成为 一级的这种领导人物 他只要想透了 想通了 他会深思熟虑 然后再善地去确认 这样子就对的时候 他就会付诸行动 所以这是双子的特质 了解 我们来看一下太阳火星上升 在第二名是牡羊的朋友 对 牡羊座的话 属于喜欢什么新鲜 而且他的勇气可嘉 勇气过人 牡羊是属于那种 没有新鲜 没有刺激 没有挑战的人生 他就活不下去 因为对牡羊来讲 他其实就很像 因为火星在主宰 所以他就是要一直 热情地燃烧 所以永远看到牡羊座的朋友 他就是那种满怀满腔的热血 然后见义勇为 拔刀不平这样子 所以说通常他就会很喜欢 这种挑战 他的那种姿态就是那种 再大的困难都压倒不了我 都打击不了我 我就不信由我追不到的女朋友 我就不信由我做不出来的 高级定制服 我就不信由我说服不了的客户 那其实虽然嘉宜 目前没有上榜 我们其实可以参考一下 你的牡羊 牡羊是你的幸运宝盒 通常牡羊这个星星就是说 当你觉得人生遇到瓶颈 你遇到很多的困难的时候 你打开你的这个魔法宝盒 牡羊通常在牡羊座 就有这样的特质 所以越是 如果嘉宜越是开创新局 越是可以让你能发挥 你的创意跟才华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人生 有充满这种满满的正能量 你就不会被你的这些巨蟹 金牛拖垮 因为通常你的很苦命 其实你不是没有上榜 目前为止你的这些巨蟹 金牛都是很奶操的 很奶力十足 所以它的那个活力 是拣出来的 所以通常这种 如果一松懈下来 一退休的时候 它就完全好像 开始就什么都不对劲了 身体哪里酸痛 他就是嫌不得的人 对 没错 他嫌不下来 就老入命 天生老入命 他也很容易为家庭付出牺牲 所以他的情绪安全感 都是包围在这边 所以其实嘉宜可以 善用一下你木星 在牡羊这个位置 是很漂亮的 那牡羊的话 也不喜欢脱泥带碎 做事都非常的干脆 所以遇到挫折的时候 反而经历这些困难 会让他觉得说 金一世长一智 他就会越来越稳定跟成熟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名 太阳火星上升 究竟是谁 究竟是谁 射手 记得火星在射手 射手 其实虽然是非常 经典的灵魂复古风 对不对 然后标心立意的 这个摩羯的成分比例蛮重的 灵魂复古风 灵魂复古 因为我们摩羯的特色 就是喜欢复古 标心立意 然后怀旧 然后这种很不一样 所以他特别能够吸引那些 比较艺术灵魂的这种客户 对 老灵魂 而且我们刚讲到木星的话 Gigi的木星在双羽座 所以双羽的感受力是非常的强 所以你越来越能够去读取 到底客人要的是什么 甚至你以后可能就会看到 我们就会看到 Gigi在他的店家 拿着水晶球 在那边帮忙客人做占卜 一边占卜 一边在那边帮忙做搭配 因为Gigi的这个木星 双羽的这一个扩张的能力 会带给你很多的好运跟机会 那射手座是喜欢冒险跟乐观好运 我们都知道说射手座就是喜欢 就是可能新开的餐厅 也不知道好不好吃 对 就想去试试看 你就是要去吃吃看 至少吃了以后知道很难吃 叫大家都不要去吃 或者是都流行一些新的口味 他就喜欢尝鲜 什么巧克力卡拉鸡腿爆 很乖 对 或者是什么爆浆透骨 对 满满的 听起来好吃 听起来很好吃 他就是喜欢去尝鲜 或前一阵子什么透明奶茶 奶茶就奶茶还透明 就想说去喝喝看 或者是他又喜欢电玩游戏 对 我们很多射手说 很喜欢这种冒险 就要悠游在这种虚拟的世界 去满足他那种爱冒险的这种 这种潜力跟使活力 没人在杀怪物 没人在杀怪物 对 有那种什么摇滚兔啊 那些的什么的经验值 他就觉得他喜欢在里面 去满足他这种爱冒险 追求刺激的这种人生 所以射手座其实呢 对他来讲他也喜欢 像之前那种旅蛙也是 所以那种新的游戏软体什么的 他一定都要来体验看看 所以你也有养青蛙 没有 因为我杀怪物太忙了 每天回家第一电视 就是开我的PS4 然后就一直待在电视前面 至少有七个小时 所以只要有可以的话 我就是一整天都会在家打电动 对 就小心一眼带跑出来的 嗯 重度换转 然后我就会在那边 一直杀 然后杀到我老公都去 就跟我一起玩那个游戏 对 而且像我们旅行 我们都会想要规划好 对不对 可是射手座喜欢这种 无形成 我最讨厌规划的 不做规划 随性 现在就去那个通绳 自驾旅行 对 他就喜欢这种冒险刺激 很随性浪漫的人生 所以对射手座来讲 其实身边也都会为他 捏一把冷汗 都会觉得说会不会不够严谨 他怎么都一派轻松 可是偏偏呢 有这种幸运的 好运的福报 做护身符的射手座 就是很容易在紧要关头的时候 有惊无险渡过难关 太好了 对 所以说其实反而是这样子 越是充满挑战的人生 越能够激发我们射手座的 活力跟实力 好